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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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日报道 韩国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子 他们被控秘密拍摄1600名酒店住客 并通过网站出售视频 这是韩国最新意气偷窥丑闻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与收听由新中传媒旗下 潘大TV37频道以及FM90.6 新西兰中空广播电台正在为您并基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今天来到周五是我们的特别节目周五俱乐部 我是志鹏 我是Peter 大家好 那么今天大家可能也都收到了消息 距离上一周这个3月15号基督城恐怖期间 刚刚过去一周的时间 那么今天中午1点30分 也是我们全国举行一个默哀活动的这么一个时间 那么1点30分左右 全国可以说是举国上下一片寂静跟哀悼 很多的朋友比如说公交车停驶 然后火车减速包括轮渡 要么就是减速 要么就是暂停在这个港口里面 我知道很多公司的职工都在上班的时候 这个时候都举行哀悼仪式 是 那么在这个时间两分钟的哀悼之后 在基督城的这个祷告现场 很多的穆斯林信众都在这里进行了一个 为时半个小时左右的这么一个祷告的活动 我们的总理在新大阿顿也是在中午时分 出现在了基督城的祷告现场 另外还有约30名外国政要以及社区领袖 都受邀来到了这次活动当中 那么距离这个基督城的枪击案 其实已经过去了一周的时间了 这一周当中我们也是收到了更多的相关的一些细节 那么包括我们根据这个事情也是出台了一系列的这个政策 跟法规的调整 那么今天先跟大家做一个预告 在一会我们的节目当中 我们今天也是有幸邀请到了工党华人国会议员霍建强先生 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一下 跟基督城这次恐怖袭击发生之后相关的一些话题 是的是的 是的 我们随时可能会议员会进来的时候 我们就请他进来 是 那么先继续就 这个315产案的事情 我们继续有关的一些发生的现象和新闻 我们照样讨论下去 没错 那么皮特老师 关于这个默哀 或者说这个全国性的这种哀悼 其实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我记得上一次刚才我查阅一下资料是在2010年当时有一个这个矿难 然后呢 在这个矿难发生之后呢 我们新西兰也是举行了一次举国的这个默哀仪式纪念在矿难当中被夺走生命的29名矿工 那么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举国哀悼的这么一个活动能够体现出什么东西 没有 首先首先这个从中国人的感情讲实者伟大 是 对吧 这么几十个生命五十个生命就在突然瞬间就消失了 嗯 而且 属于这种消失不是一般的消失 不是自然灾害 是人为灾害 是恐怖袭击 没错 是一个凶手 用这种半自动武器去射杀这么多生命 那么 这是这是一个第二个凶杀 第二个牵涉到种族的问题 嗯 对于这个不同种族的这种这种歧视和蔑视 生命的蔑视 嗯 啊 还有其他宗教 啊 不同信仰宗教之间不能和谐的 呃 是 不能接受对方的宗教 那这都是一个 啊 直接的一些现象导致的 那当然背后的原因更多 历史的啊 各方面的原因就更多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作为一个啊 啊 啊 一个现代国家 嗯 一个民主国家 啊 把人权 把人的生命 放在一个非常高的地位上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举行这样的啊 全国哀岛仪式 是这个国家 应该做的事情 嗯 在我想来这个国家 就是说这种事情发生 不论是工党还是国家党 我看他们都会做 是 嗯 嗯 嗯 我看到这个工党的这个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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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种姿态 那当然我也听到很多议论 就是说 有些民众可能感觉 就是说 加上那做个总理啊 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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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 第一个作为政治人物 他更多的要从宏观的 更大的政治感官上 甚至有时候说 我们说政治正确的角度上 去考虑对一件事情的反应 那么我们作为一般老百姓 当然每个老百姓 他的经历不同 他背后受到教育不同 他对历史的观察点不同 切入点不同 他可能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些想法 但为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 到这种情况下来处理事情的话 起码在流程上 或者政治正确上 一二三该怎么做 就必须做 所以这是我感觉 就是说不论国家大航公团 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领导人 这样如于非常流畅地 来处理这些事情 官大师的确是做得不错的 国际评价也看得到 整个国际上评价 包括本地穆斯林这些移民 对杰西兰丹的这种看法 对他的看法 讲老实话 对移民来说 对杰西兰丹总理 做这些东西 他不认为是工党怎么样 他更多认同是这个国家怎么样 所以这是很必要的 很必要的 政治上总是有一些 有一些所谓政治正确的东西 但政治正确当然在最近的这些 这十几年二十年的 全球政治经济发展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政治正确是有问题的 是有问题的 但是不管怎么样有些问题 像这种大场面的 对死者的尊敬 对恐怖主义的痛恨 必须要有一定的仪式和诚实 才能够体现出这个国家 在宏观上怎么去把握 对这些问题的看法 简而言之就是体现了咱们新西兰 在这样一个出发的事件当中 我们的一个态度 有的人可能就评论说 关于这个杰西兰丹 说戴头巾 不管是戴与不戴 首先作为一国总理 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肯定要出席的 那有人也说说 你戴这个头巾 是不是体现了 个人的一种什么样的东西 反面的声音也有 也能听到 比如说就觉得 他个人好像是在作秀 但实际上 您觉得戴头巾这个东西 从加辛达阿顿 作为一个 我们新西兰的这个领导人来讲的话 他想象外界释放 或者表达的一个意义是什么 我感觉这种东西 像领导人 用这种形式来表达 对伊斯兰教人穆斯林的 一种一种关怀 一种慰问 我想也不是他一个人的这个想法 他背后肯定有公关小组的 这种形式上 你怎么应该表现自己 怎么样表现追加 对吧 能体现这个新西兰这个国家 在这个全球瞩目的 这么一个重大的恶行事件当中 国家怎么体现他自己的作为 可能这些都是有一些建议 当然有些人是 可能不太看观众 你应该理解 因为我就说了 每个人他自己设身土地 他的看法是不一样的 那么再加上反对党 国家党也对他这方面加以肯定的话 我总的来说还是应该肯定的 我不是太计较这些东西 我说计较东西 我是认为就是说 当新西兰发生这么大的一个人位灾难 如何地迅速安抚局势 迅速地在各方面把公关做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反过来如果你不这么做的话 可能非议更多 我是这样看到 真的你如果不这么做的话 非议更多 你这么做有非议 反过来不这么做的话 非议更多 因为人类文明已经走到了这么一个阶段 走到程序 人们对某些事情的发生 已经有一些固定的盼望值在那里了 这个事情出来 我就看你应该怎么样 所以有的时候就必须这么做 它是一种正确 没错 那包括这几天 其实因为这个枪击案的发生 其实咱们新西兰在很多 比如说在空枪方面 昨天下午也是有一些空枪方面 一些新的细则出台 那么包括这一系列的动作 首先从时间上来看 因为前两天有朋友也反映说 说这个空枪 说十天之内必须给大家一个答复 虽然这也是表现了我们政府的 一个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跟坚定 那么十天或者说七天 就有这样的一个结论出来 或者说一个结果出来 您觉得会不会太仓促 我想等一会 等会会员来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问题再抛给他 是 但是但是我是 我是可以说 不是仓促的问题 我不知道这个 我等会是跟会员当面来 表达我的观点 还是还是如何 是不是会员到了好像 因为其实 因为其实在我 在我看来呢 如果说这个控枪 其实是非常有必要的 但是我前两天我就在想 我说如果十天的话 这个因为它会伤害到 或者说影响到一些 比如说在日常的生活生产当中 需要用到枪支的这些 也没有恶意的民众 对吧 很多咱们的农户 或者说我们的这个农场主 他是需要用枪支来 打一些这种对农业有害的 这些小动物 那么对于他们来讲 如果说过度严格的枪支控制 其实也会有一些负面的影响 你看你这个讲话里 叫我来来讨论的问题 我就会挑你刺了 首先他进枪不是进所有的枪 是 所以你对农夫来说 他要打东西 他不一定一定要那个枪 他有别的枪可以打 对吧 对 所以这本身就是说 我们在引用政府的一些表达的时候 我们作为评论人员 讲老实话 首先尽量从理解的角度 去看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认为这非常重要 这不是政治正确 是态度正确 没错 任何一个政府 他做出决定的时候 实际上他考虑的比我们的因素更多 对不对 所以你注意看 现在新闻稿发出来的 目前所谓进枪 是行政命令 不是法律 所以说明我们的政府是有权力做出行政命令 是 好吧 等一下我们看到会员进来的时候 我继续把我这些观点和问题 我们再抛给会员 抛给会员 让会员来参加我们的讨论 是的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都市晚高峰 稍后呢 国会议员霍建强先生将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来解读相关的细节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信中传媒旗下 潘纳TV37以及FM90.6 为您并级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在接下来的时间呢 我们也是很荣幸的邀请到了 工党国会议员霍建强先生 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跟我们一起来探讨 关于最近这几天基督城枪案出现之后 我们所关心的一些事情 欢迎霍议员 欢迎霍议员 各位听众 有各位观众吗 有 应该是各位观众 各位听众 大家下午好 对我们现在 我们刚才跟志鹏 这个我们主持人志鹏 刚才已经讨论这个问题了 所以你现在来了特别好 我直接抛问题给你 首先 如何看待我们现在的当人政府 尤其是总理 在将这样发生到现在 六天下来 七天下来处理事情的情况 这个呢是已经国际媒体 引起很大的轰动 这个轰动就是说 从这个事件当中 可以看出新西兰这样一个小的国家 有个大的领袖 Jesandre Arden在国际上面的认可度 是越来越高 当然我也不知道 这是澳大利亚真的一个民调 还是那么一种 说说而已 他们不是说 现任的澳大利亚总理 得票5% 反正党5% 然后那西西兰总理得90% 所以澳大利亚就是非常感慨 就是为什么在澳大利亚这样一个国家 不能出一个像Jesandre Arden这样的领袖 包括今天在美国的报纸 有一幅漫画 总理Jesandre Arden一手握着枪 把枪给他 弯曲掉一手 在安抚我们受害的这个受害者 底下是一个强劲领袖这样的字样 所以这件事情在国际上 从某种角度看的话 就像很多穆斯林社区跟其他社区所讲的样 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恐怖事件 但是也把我们整个民族 整个多元文化的人民团结在一起 也给世界树立了一个新的 类似于这样一个典范性的这样一个情形 现在实际上我听各种议论很多 我也知道总的议论是非常正面的 你今天参加莫碍医师吗 我今天参加 但是我没有去现场 我知道好多公司人都在这个时间 就停下手里工作 这个很感人的 我插一句在哪呢 就是我在来的路上 反正今天也很抱歉 这个路上塞车厉害 我就听了很多主流电台的一些讨论 其中有一位主持人就讲 这个穆斯林教领袖 有一个讲话 也是浓重的口音 但是他这样浓重口音的英文的演讲 非常powerful 非常震撼 他讲的是几句这样的 就是这个恐怖分子想达到的目的 是想把我们新西兰 这个多元文化的社会给撕裂掉 他就说我们的心或许被撕裂了 但是我们这个多元文化社会 是永远不会受这种恐怖分子被撕裂掉 我们是永远不会被分裂掉的 这在主流时候引起很大的反响 所以很多人就说 以前对穆斯林文化也不是很了解 但是别忘了 新西兰的今天 是有200多个不同的种族 包括我们华人在内 所以这个种族的融合 我们经常讲多元文化要多包容 在这些世界上看到 我们今天类似一个公祭 这样一个日子 在这么短短的两分钟当中 达到了这样一个凝聚的效果 但是我自己个人看 就是说作为工党政府 在这个产案出生之后表现 我是非常认可 我真的非常认可 但实际上背后也存在很多问题 就是这个 伊斯兰教的一些移民 移入所谓西方国家 的确也引起了很多 西方的一些 传统居住的人的一些紧张 所以在新西兰说 实际上也有这种潮流 尤其是在接受难民方面 新西兰的确是有说 很多人是感到是 有点接受不了 那工党政府在今后在这方面 他会有更深刻的思考吗 就是包括我们华人朋友 有很多这方面的反响 不同的声音 难民这件事情呢 是一路以来 现在是每年750个 这是联合国分配 不是到了1000了吗 没有 你先听我讲 目前是750个 是延续了大概20多年 还是十几年 我忘了具体的数字了 所以这个联合国给新西兰的压力蛮大的 所以在这种压力大的情形下 我首先必须声明 这个750个是联合国分配的 在这个前提下呢 工党的政策是1500 国家党政策是1000 所以区别是在500当中 所以也不能够盲目的说 哪个政党偏向或者不偏向 我们要认定的就是说 这个难民呢 是属于联合国分配的名额 并且要通过联合国非常严格的筛选 你比方说大家一提到难民 有可能有一种感觉 就觉得如何如何 但是别忘了我们华人天天去买菜 一看哇蔡林兰 蔡林兰就是当年来了难民 所以从这个例子也看得出来呢 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一件事情了解了 就或许不会很冲动的 说是哪个党有什么政策 这个好还是不好 或者我们华人答应不答应 所以还是那句话 你一抬头看我们去买蔡林兰 这就是当年从越南来的华侨难民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的话呢 我也蛮感念 就是我们的华人媒体 在过去十年当中 是个突飞猛进的发展 所以你看各种不同平面的报道啊 电视啊电台 像你们这样的报道 还有微信公共号的报道 也看得出这些遇难的50个人当中 有的是失业者 有的是难民 有的是公司的CEO 有的是这个 公司师 公司师 医生 教授 大学教授 新西兰航空公司的这个机械师 对 从这个50个遇难人当中 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盲目的说 难民来了 会给我们造成什么样的 什么样的情形呢 我所能讲的 就是或许对一件事情 如果不了解 也许我们稍微 不要以我们的偏见去判的问题 会稍微科学一点 是 很有说服力 蒋老师 你这段讲得非常有说服力 我现在转个话题 你是国会法律委员会主席 那么现在 我们现在工长政府 昨天就正式宣布 现在已经出来宣布了 禁枪 半中部枪 前面还加个军用的 对 我知道确确是军用的 还是非军用的 反正我认为就是半中部枪 全国禁 这么一个仓促出来的一个 我看报道说的叫行政令 它还不是法案 说4月11号 要让法案通过 非常快 那么从法律的处理当中 它是个非常应该正常的处理 还是说 说是应来的 目前我们这个枪支法 是1983年的法 所以在1992年 有一次修订 它现在的枪支法 有很多漏洞 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 第一个就是 除了警察的特种部队 能够持枪 其他人是不能够持枪的 所以大家记得在1999年APEC 还记得 APEC开会的当天 是有很多国家元首 保安部队是需要持枪 来保护他们自己的国家元首的 所以1983年的这个枪法 为了APEC是专门做了修改 就是说允许别的国家的政要 跟保安部队可以持枪来保护他们 比如说能达到这种效果 但这个条款是一个月就作废 就自动就到期了 也就是APEC临时起到这个效果 那随后在2005、2012 尤其是Font Report 是有一个专门的 关于枪支改革的一个报告 接下来是2017年 有一个关于枪支的调查报告 所以这些种种记性表明 这个枪支的改革 在过去20到30年当中 一直是提到议事日程的 当然现在的媒体很多报道 是提是工党期还是国家党期 还是本身就这个法案 一直存在着要提 这个首先枪支管理法 我刚刚讲的就是 在过去20到30年当中 一直提出要修改 因为很多人已经发现有漏洞了 漏洞在哪 我随后再慢慢地去解释 但是很可惜在哪 就是失去两次好的机会 一个是Font Report这一次 全面的报告 另外一个就是2017年 国家党接受那个报告之后 有60项提议改革 就包括你今天讲的 就是工党政府紧急改的那些 都是在60项当中的 但是国家党政府 当时只敢采纳一种 就这一种 还是被强大 这个枪支协会 我们讲这个Lobby Group 在强大的压力下 还是放弃掉 所以这点蛮可惜 但说到这儿 我必须非常克制地跟大家说 我们不能够把它说成哪个党的问题 所以我们也很克制地不要说 国家党过去有那么多机会 应该做结果没做 导致今天如何 我们不要讲这样的话 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枪支改革有个共识 就是必须达到两党的 这个一致或者是跨党派的 这样一个一致的意见 所以现在回答Peter的问题 分成几点回答 第一点 是昨天国会接受了一个 48小时不到9万人签名的 这样一个请愿书 这是第一个 要改革强制这个请愿书 第二个呢 1983年立法当中有个条款 这个条款就是说 可以通过叫order in council order in council 其实就是Peter翻得很准确的 就是类似于中国这个概念当中的 行政命令 可以通过这个行政命令 紧急去调整 这个行政命令 是昨天总读签署的 对 总读签署是昨天 我记得应该是三点钟生效 它呢 是把其中的一个条款 通过行政命令的方式 达到生效 要生效到什么样的范围呢 就等于说 我们现在知道有A类枪证 枪证是吧 枪证 B C D E F 那各个有不同的 这个分类 A类呢 它通常就是普通的持枪架照 你有A类之后呢 可以做如何如何如何的事情 一直到B C D E F 比如说F就很具体了 如果卖枪的这个商店里面的职员 可以给你去演示你的哪一个F照 所以有很不同的 所以有很不同的 但其中有一类呢 就是类似于军用的半自动步枪 跟冲锋枪这一类的 全部化成 你刚刚讲的就是 类似于军用的这些冲锋枪 跟半自动步枪 这个呢 是被严格的禁掉 就是说它里面 还是有一些这个分类的 分得非常细 分得非常细 是好的 那么因为时间关系呢 我们先稍事休息一下 一会广告回来 继续请我们的婚议员 为大家来解读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 由新中传媒旗下 潘大TV37频道 以及FM90.6 新西兰中文广播电台 为您并基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我是志鹏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非常荣幸的 请到了工党国会议员 霍建强先生 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做客 那么霍委员刚才 跟我们一起讨论了 关于这一次 基督城的这个发生之后 我们从政府方面 做出了一些快速 激动的一些决策 包括刚才Peter老师 也提到我们 对于这个控腔 其实现在也是 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一个问题 那么在这方面的话 可能我想很多观众 跟听众朋友 都会对咱们 目前这个说 一个counsel的一个禁令吧 现在还不叫一个法律 对吧 那么这个通过短短的 一周的时间 它不是counsel了 是government 是总督签署的 我刚刚介绍过了 就1983年的法 就任何类似这样的法 它都有一个相应的条款 就是你可以通过 这叫order in council 类似于我们行政命令的这种 这其实是立法手段之一了 是 原因是什么呢 大家也看到了一些报道 是两种相反的这个情形 一种情形呢 是大家听到要进枪了 赶早冲锋 赶紧买枪 把冲锋买回了 这是一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呢 就是有为数很多的人 自动把这些枪去交出来 是 交给警察去销毁 或者是其他的这些途径 就等人说把这些枪给交出来 但是别忘了 新西兰是有两大传统 一个是畜牧业传统 一个是狩猎传统 没错 比如说南岛曾经 我不知道知的朋友 是什么时候来新西兰的 曾经有一段时间 新西兰南岛的兔子是害虫 是 所以拿冲锋枪去扫射兔子 或者去打果子里 所以这个呢 也不能否认 这个枪支在新西兰 有它独特的文化 所以这点呢 我们必须去强调 不因为有这样一个恐怖事件 就一杆子打一传人 就把这个权否定了 这个呢 我们必须有个强调的 第二个呢 就是 不要说是整个新西兰 是整个世界都有一个共识 这个共识 就是说这些枪 其实都是会伤及到人的 所以很多人 包括电台里就说 这些枪实际上是伤及到人 尤其是那些 这个这个半自动枪 或者是冲锋枪 这里面刚刚讲到的几个漏洞呢 如果你有A类枪证 你可以去买普通的枪 或者这个枪 那个枪 同时呢 它除了这个 比如说你需要放保险柜啊 还有不能够买这个 多少还子弹的 多少发子弹 这个弹夹 是不能够同时购买 所以这次这个行凶的这个恐怖分子呢 他钻了一个漏洞 他是A枪照合法买了枪 但是呢 枪夹跟子弹是非法购买 但同时他又改装了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他不是说 一个弹夹只有10发以下 他是有60到30 30到60发 所以这样的 他的目标是非常简单的 就是这样一个 快速杀人 快速杀人 一个恐怖的一个行为 所以这是漏洞 漏洞之一 第二个呢 就是刚刚也提到了 你们两位主持人也介绍过了 就这次呢 是通过这个行政命令的方式 快速达到这样一个进枪的效果 主要的原因就是 刚刚也提到 就是在昨天 不到48个小时 总共9万人联名的 这样一个请愿书 递到国会议员 手中是财政部长 兼体育部长 Gran Robson他接受的 那接受之后呢 今天的媒体普遍的反应 就是从来没有一个政府 在这么快的情形下 顺应民意 达到进枪这个效果 所以接着我们反对党领袖 国际党领袖 就发表演讲表示支持 所以从这件事情看起来 就是大家已经达到一致了 另外呢 我也注意到你们的报道 就是说这个进枪令 是从昨天三点起效 但是呢 你们的报道 就是注意到新闻的报道 政府表示 会通过紧急立法的方式 会在4月11号 通过这样一个法律 所以这个呢 我们要期待进一步的 这个报道 再看它的细节 那通常在国会 一个立法 它分一读二读 专业国会三读 一读呢 是十分钟讲话 总共大概是十二遍 也就是说十二乘十分钟一读 如果通过了 会把这个法交给一个专业委员会 那如果是进枪的话呢 有大概两到三个委员会 有可能受理 那法制委员会是可能性最大的 受理之后呢 通常向公众开放 标准开放的时间是六个星期 开放的就是所谓的submission 就是你得提供你的书面意见 然后呢 还表示要求我需要去 国会去面称我的意见 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这个听证会 所以在这个过程过了之后呢 专业委员会 把修改好的法律条款 一条条修改好的 加上一个报告 一起报回国会 进行二读 二读通过之后呢 有一个叫 整个大会委员会阶段 这是这部法每个条款 修改的最后一次机会 这个过程过了就三读 那三读通过了这部法律 我们叫Bill B-I-L-L 就变成法律 ACD Act 所以经过总督 我们叫预准 因为我们是这个 君主立县体系嘛 所以总督代表女皇 批准之后叫预准 这个法案就变成法律 这个法律就生效了 所以这是大致的一个过程 这个过程你要是 初步算下 估计平均是六个月 到八个月 这样一个周期 所以通过这个媒体报道来看的话 如果他希望在四月十一号 就能够生效的话 还有种可能叫Urgency 就是通过紧急立法的方式 紧急立法呢 就是属于 你知道我们国会上班 是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 对对对 如果是紧急立法 那就是早上九点到凌晨 还有一个叫特别紧急立法 就是什么时候法律 这个通过了什么时候法律 你结束辩论 所以如果是紧急立法呢 紧急立法就是不是晚上十点下班 而是到凌晨下班 这样的不知道几天 看哪天通过了 这个法律就通过 但是紧急立法 唯一不一样的 就是他一读 二读 专业和三读 是一次过 OK 对 不分了 不分了 一次过的情形就是 有可能是没有 那你这个一次过的时候 直接就在 就在议会上 就就就就就一直讨论 就直接就等于说 第一读通过了 我们进行第二读 通过了我们专业委员会 然后第三读 专业委员会也在场 也在场 所以理论上看呢 如果要是通过紧急立法 它就没有个像公众开放 提供书面和口头意见的 这样一个环节 但是我今天这个解读 只是介绍这个立法程序 我不是讲控枪法 或者是枪支修改法 这个具体的 因为这个还没有 具体的报道出来 所以听众和观众朋友 不要弄误解了 我只是介绍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一读 二读 专业会 三读 如果是紧急立法 就一次过 如果是特别紧急立法 你还记得就是在五年前 当时是国家党执政 就是要使这个烟草提价 烟草提价有个情形 就是如果你提前告诉大家 我要提价了 大家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反应 肯定去通货 所以特殊紧急立法 就是说 什么时候这个法律通过了 你什么时候修会 所以早上起来 大家醒来来看 这法律已经升线好了 实际上就是避免民间的恶意商业行为 对 所以国会有很多技术性环节 所以我也希望通过你们这个平台 将来有机会跟观众朋友 和听众朋友 就介绍一下这些环节 让我们华人朋友 就更多的了解国会 到底每天在忙什么 是的 严格的讲 所以现在我看中文媒体的翻译 禁枪法 严格的说 它本质上还是个控枪法 它是控枪法里脑袭又禁掉了 禁枪令 对 禁枪令 它里面的一个非常巧妙的条款 这也是 就是说我越学习 越觉得自己需要了解的东西多 其实在国会这么多年 我就觉得 过去学律师 给我只是一个入场券而已 有很多东西自己不懂 现在通过这样慢慢学习 就是越来越懂 很 就英国的这个 这个法律系细非常妙 所以它这个控枪呢 它其实是把你整个叫 reclassification 就是把你整个的这个枪照 重新定位了 就重新分类 对对对 这样一来的话就避免了 我刚刚列举的 就是这次事件 有些在A里的现在就不在A了 这样就看着说 就很多 这次恐怖事件当中 凸显出来的一些漏洞呢 就通过这样一个 短快 零的这样的禁枪法令呢 很快就把这些漏洞去全终住 我好像看过 杰森尔顿在前两天讲话 其中重的 他分得非常清楚 枪 枪夹 和相应的机械 也就是零件 这三个东西都分别把它控出来 就不让它串在一起 然后我知道 我听个朋友讲说 新西兰这种枪啊 民间的枪支管理 实际上是很混乱的 比如说你买枪 你第一次买枪 你是到枪间去买的 这一次是被登记了 在你手下 但是你今后再卖到哪里 是完全不登记 连汽车管理都比较好 你过过户 还不知道在谁手里 但枪过户 就不知道到谁手里去了 他这个枪支的登记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我这边好像是做了一个记录 因为这个呢 别人提醒过我 就是关于枪支登记 这个在西方国家 都很看重的一个 为什么在新西兰会 这个 就骂虎 骂虎 所以这是在1983年 把它取消掉了 以前是有跟踪性的 以前是有跟踪 但是这个立法是83年 就等于说有个全面的 一个枪支管理的立法 所以83年呢 就是把这个登记这个去掉 去掉呢 当然我们也不能够过分强调 去掉这个的是 国家党政府去掉的 所以从目前 事后诸葛亮的角度来看的话 有很多漏洞 可以在过去几十年把它堵住 但是非常不幸的就是 我们需要看到这样一个 很悲惨的事件发生之后 才能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但是我们还是强调一点 就是这次的进枪法呢 是工党 国家党 跟其他几个党是联合一致 打开一见 所以刚刚讲过嘛 就是总理 这三代尔顿宣布 这个行政命令之后呢 国家党领袖很快发表演讲 表示支持跟赞赏 所以这一点呢 我也觉得是蛮欣慰的 你还有什么新的问题 对 这次听了霍元 这么一介绍之后 对整个一个是咱们这个禁令的流程 包括对他相对来讲 针对的一些细节 真的是有一个更加充分的了解了 法律委员会主席啊 这是议会当中的法律 国会法律委员会主席啊 对 那么难得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 能够跟霍元在坐在一起进行交流 尤其是大家都非常关注的 关于我们这个禁枪令 昨天下午刚刚生效 我们今天就请到霍元来到直播间 给我们进行一个比较详细的解读 当然我也相信啊 我们的听众跟观众朋友们 通过刚才霍元的介绍 也对这一次的这个禁令 有了一个更加详细的了解 也希望呢会员以后能够有机会 再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做客 谢谢给我这个机会 好的 那么我们稍事休息一下 在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 都市晚高峰 我们精彩继续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 由潘大TV37 以及FM90.6 为您并基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今天是周五俱乐部 那么我跟皮特老师呢 刚才也是送走了 刚刚送走了霍元 对霍元 那么刚才的霍元 意犹未尽吧 真的是这样 因为其实很多时候啊 尤其是作为我们华人 可能对本地的这个法律 因为语言不同 这是一方面 再有一个可能 尤其是像我这样的 待的时间也比较短 对我们的这个整个的立法过程 或者一些相关的这个细则 不是特别了解 那么刚才呢霍元 通过一个比较详细的 这个解读之后呢 我对这一次咱们这个 算是空腔的一个禁令吧 其实了解的更多一点 而且我注意到 刚才霍元提到的 就是我们在这一次的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是不像大家说的 走了一个特殊的程序 这个时间之所以短 并不是说我们因为这个突发事件 所以就走了一个特殊的渠道 还是按照正规的这个流程来走的 对对对 那么我也注意到一点 就是说这个禁令 其实跟真正说生效 法律作为一个法律来生效 中间还是有一个 我们比如说刚才介绍的 一读二读三读 对 那么通常情况下 您认为这个法令 或者说跟这个真正变成一个法律 来生效的这个过程当中 比如说作为咱们枪支来好者 或者手里面有枪的朋友 他的心理上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变化呢 他实际上这个这个行政令下来 就是马上截止这种自动步枪 不可以买了 大弹夹不可以买了 这种主要的一些零件 你买了可以装备这种枪的 不可以买了 那么因为任何法律都要一个程序 尤其像他说紧急立法都一段时间了 他要正规的立法 他说六到七个月时间才能立法 如果这段要立法的过程上 你不紧急停止的话 那该买枪还没买枪 是 就有可能造成什么呢 就是还是歹徒 利用这段时间 他持有持枪是合法的 他可以做事情 没错 所以现在这是第一个事情要紧急的 第二个是既然政府这个两个党 反对党和执政党都一致地认为 新西兰的这个枪制管理法令要修改 是 要修改 这个修改就是目前这种进枪的状态 要修改这个 既然大家有共识 那马上颁布的时候呢 就会导致什么情况 第一个 想赶紧买枪的人 在昨天下午的三点钟就不可以买枪了 这种枪你买不到了 但夹也买不到了 不给卖了 全部不给了 所以忙停下来 你知道在前几天这个事件 屠杀案发生之后的两三天之内 很多人去买枪 因为大家感到政府要出手管枪了 我注意到一个词叫恐慌性购买 对 我看了一个新闻的时候 南岛卖枪的店 这类枪已经全部没有了 脱销了 因为在A类牌照当中 这是A类牌照当中的顶级枪 A类牌照叫standard certificate 就是标准支枪证 下来是indorse indorse就是你有了A的 你才可能买C B 他不可以单独的 B首先拿A 基本牌 基本的 基本卡你要拿到手 然后你再可以补充其他的卡 所以 但是这个凶犯用这个半端枪 恰恰就是A类部枪当中的 比较popular的 比较好的一种枪 那现在呢 很多想买枪的人 他就知道政府要进的时候 我赶紧去买 那拨一个什么东西呢 就是说 你法令生效之后的 不可以存在 是 之前的 我能买就买了 没错 但是现在的行政令 不管这一点 行政令还有一个条件 就是说 政府决定收回这些枪 从民间 收回的枪是几个方式 最主要的方式就是 我拿钱回购 回购 那你怎么 你怎么 怎么回购呢 第一 首先靠你民众自决 持枪人自决 你主动交枪 交给警察 警察会登记下来 钱呢先不给你 以后会给你钱的 还有一个就是 强行的 强行的 那么 因为毕竟民间这个枪 就因为它枪在 相互私下买卖的过程当中 没有任何过户的证明 没有登记 没有登记 所以 A 首先买这第一把枪 在枪店买回来 登记在A身上 过两三年 实际上不是到了B 到C 到D手里去了 所以警察不知道 这不是枪在哪里 所以这非常难 就导致警察呢 政府必须用 花钱把枪买回来 他这个花钱呢 肯定一般是要 价值要 让人家还要赶到核算 是 但是就是这样 我已经看到民间 有人讲了 说钱太少了 因为这种 这种把枪买回来 实际上在 澳大利亚已经做了 澳大利亚总的控枪情况 比我们要好很多 也是经过这个过程 但总的来说 还是有很多 私枪 黑枪 在市面上 因为人家不愿意交出来 你问我买吧 我不卖给你 我不交 反正你登记起来 你给你数 所以这种情况都出来 但是 有一点 就是最近这几天 急需买枪的人 全部在枪店有登记 所以你想投个桥 买个枪回来 不交 不可能的 除非你买的枪 还是私下从 吹的命 这种私下交一交 你只要这几天 全部是在 进枪量之前的 这几天 全部在枪店买的 已经全部被登记了 所以你不交也得交 也就是说 有的这个枪摘号者 虽然觉得说 我趁着没有正儿八经出台之前 我动作快一点 但是政府的这个控制 其实更快 对更快 一个是不许卖了 第二个 已经在市面的 我要收回来 我要收回来 收回来两种形式 自绝交 然后我买回来 那我相信 在这个禁令出台之后 应该是 就目前这个阶段来看的话 因为大家之所以恐慌性购买 肯定是觉得 以后可能枪 或者说这个威力比较大的 这个容带量比较大的 这个枪更难买了 甚至说这个枪证 因为我了解到 好像异类的枪证 全新西兰大概只有几百张吧 对 这个数量是非常少的 而且这个证 真正想要拿到 异类的 异类的 我在美国的网站上看 异类的就是 真正是军事用枪 AR是 AR15是美国对一种枪的 一种编号的称呼 一个型号 AR就不是 在美国不属于军用枪 不属于军用 民用枪 就叫半自动步枪 但是要加AIM Military 就是军事 它叫AIM 它叫AIM15的话 那就是军用枪 军用枪什么 跟民用枪什么特点呢 军用枪的弹夹 容弹两个弹 就是大弹夹 直接可以有的 没错 但这种枪的 大弹夹是没有的 只有小弹夹 对于说大概是六颗子弹吧 对 六颗七颗 它那个军用枪 一下就是三十发子弹 没错 大弹夹撞了 但是有一个弱点 就像霍卫园员说的 实际上在新西兰呢 就有人想办法 偷偷可以买到大弹夹 买到大弹夹就装上去了 卖枪给你的时候 没有大弹夹 就是个小弹夹 是 就是怕什么呢 就是怕在出现事故的时候 如果恶行事故犯生的时候呢 你联系射杀 短一点 因为你射杀过程当中 六颗子弹下来 你必须重新再沟通 这就给人逃跑的机会 如果三十发放在 就像这次他讲的 七十发六十发 三十到六十发的弹夹 延续扫射 是 延续扫射 所以现在政府的军用是 枪要进 弹夹要进 可能组成枪的关键零件 全得进 零件要控制 对 这种枪 就是说 不论你整体买也好 不论你想买子弹也好 你想买组装也好 都不可以 那我觉得这个问题 真的是现在败给大家了 也是希望大家能够 在这方面注意 这样时间关系 我们稍事休息 那么一会儿回来 都市晚高峰 精彩继续 大家好 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 整点新闻 我是志鹏 今天是2019年3月22日 星期五 农历2月16 首先来关注新西兰新闻 总理宣布禁止军用 半自动步枪 并回购枪支 昨天下午 新西兰总理 在新大丹宣布了 枪支法案修改细节 其中最关键的两点是 禁止军用半自动武器 发起枪支回购计划 对于修改后的枪支法案 国家党党魁 Simon Bridges 也表示欢迎 土耳其总统出言冒犯 Winston Peters 准备去当面纠正 基督城枪击案之后 土耳其总统发表了一些 颇受争议的言论 为此新西兰外交部长 Winston Peters 本周将访问土耳其 3月31日 土耳其将举行地方选举 在此前提下 土耳其总统被指 此举是激起民族主义 和宗教情绪的做法 新西兰情报部门将遭彻查 3月15日 基督城枪击案之后 新西兰将会对情报收集工作 展开调查 其中将涉及到警方 海关移民局 以及政府的两个情报部门 此前媒体的一篇报道指出 新西兰政府通讯安全局 没有收集到任何关于 3月15号枪击案的相关情报 包括没有从盟友 抽到相关的信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2019年全球幸福报告出炉 芬兰居首位 新西兰进入前十 日前联合国发布最新全球幸福报告 对156个国家和地区 幸福程度量化排名 中国位列第93位 榜单前十位国家分别是 芬兰 丹麦 挪威 冰岛 荷兰 瑞士 瑞典 新西兰 加拿大和奥地利 韩国警方逮捕四名男子 被控偷拍一千多名酒店住客 BBC20日报道 韩国警方逮捕了四名男子 他们被控秘密拍摄 一千六百名酒店住客 并通过网站出售视频 这是韩国最新意起 偷窥丑闻 再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消息 以下财经消息 及当日主要货币的汇率播报 是由东平换汇 独家冠名播出 今天是3月22日星期五 从早上9点半至下午1点 由东平提供的 纽币兑换人民币 汇款汇率波动范围 在4.59至4.595 人民币兑纽币 汇款汇率波动范围 在4.645至4.639 大额汇款更有优惠汇率 如果近期您有回国探亲 或世界旅游的计划 东平天天推出的 当日现金兑换大特价 定会是您惊喜无比 纽币对美元的现金 大特价为0.683 澳币对纽币现金 大特价为0.976 纽币对人民币的 现金大特价为4.59 其他还有欧元 英镑等多款现金 也在特价中 如有需要 敬请拨打东平 免费电话 0800-366-474 0800-366-474 转各大分店 了解详情 也可添加登陆 东平微信号 东平FX 了解详情 东平金融 是一家有口皆碑 特具诚信 并具超雄厚资金的 独资公司 承诺对于受理的 任何一单交易 具风险控制能力 及保障责任 东平有多个 无贷款巨资物业 可担保您的兑换资金 安全可靠 无误的入账 换汇在东平 还款有保障 纷纷好汇率 如果您有买车 买房或特大项目投资 需求大额换汇的资金划转 东平绝对可助您一臂之力 是您大额换汇的首选 东平设有大额换汇的 VIP贵宾服务 可电话预约 请您亲邻本公司 由大额部负责主管 亲自接洽 指导如何遵循 新西兰最新金融法的 规章制度 合规合法进行兑换 使您资金入账的第一步 就正确无误地 符合新西兰的法律规定 让您在新西兰的创业级生活 无后顾之忧 大额咨询电话可拨 307-0038 307-0038 也可通过各部门交易员 电话或微信预约 以下是由东平换汇 转载提供的 今日财经新闻 周四亚市盘中 美元指数跌温和 承压于95.90水平附近 隔夜公布的美联储决议 极为鸽派 美纸承压 非美货币盘中继续小幅反弹 纽约对美元持中性 有望继续走强 升破0.6942 将上探0.697 大华银行分析师表示 纽约早盘持续震荡上行 汇价整体走势强劲 因美纸疲软 分析师指出 汇价有望 进一步上行 并触及 0.6942前期高点 升破这一水平的话 那么汇价 或进一步反弹至 0.6970 该位置为中长期阻力 下行方面 关键支撑位于 0.6845水平 因此 近期若有汇率需求 还请尽早操作 以上就是东平金融公司 为广大客户提供的 今日纽币相关走势 及金融信息 如有换汇需求 敬请拨打 0800366474 0800366474 转各大分店 咨询详情 大家好 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 由新中传媒旗下 盘大TV37 以及FM90.6 为您并级直播的 都市晚高峰 今天来到了周五 赵立士 皮特老师 我们两个一起为大家 主持的周五 俱乐部 上一节的内容 大家我相信都已经 收到了很多的 比较实用的信息 那么接下来 我们其实要把目光 放在最近在咱们新西兰 比较肆虐的 这么一个麻疹的病情上面 对 新西兰肆虐到 还没有到肆虐 但是我特别重视 这个新闻是 我听到澳大的学生 有人得麻疹 没错 前两天 大概是在前天吧 应该是奥克兰 第四地 对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 为什么呢 麻疹是一个人类 这么多 有人类可能就有麻疹 是 它是一种病毒 那么 它会很短时间的 就让人治病 而且它传染特别容易 就说简单的呼吸 带点进来 就很容易就被感染了 所以全世界对麻疹 已经到了什么程度 大概到了2014年的时候 世界卫生组织已经宣布 在美洲 已经麻疹消灭了 原因就是什么 2009年之后 好像是我记得 2009年之后 到2014年之间 这五年之间 美国几乎就没有麻疹发生 像在中国 这个曾经长期落后的国家 这个免疫 做得非常好 国家和政府 做得非常好 所以现在很多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很多以前流行的 这些传染病 都已经消失 比如说天花 中国已经宣布是绝了 对 没有了 但是问题是 总是有些国家 你一定是会发生 麻疹病 麻疹病 它的死亡率是多少 百分之三十左右 百分之三十左右 你看 它大概两个星期 就发病 我看了一看 它的发病最主要原因是 最主要导致死亡原因 是并发症 它会导致 人的身体有很多 并发的症状发生出来 最后人就死亡了 那死亡率 百分之三十几 死亡率是高死亡率 很厉害 高死亡率 那么在新西兰 澳大尔发现了几中之后 你再回过去去看 你到网上去找 你发现美国 2019年就是今年 发生量很高 好像是2017年也是很高 2014年年底也是很高 是 你发现欧洲 欧洲也很高 然后你发现 日本 日本今年很高 那么我前段时间看到 因为日本就让我感觉 这个是个问题 他这篇文章专门报道 日本麻疹散布的很快 他讲了个最终的原因 是日本人最近这些年来 有一股反对打疫苗的潮流 反对打疫苗 对 就不打 疫苗这些年 其实已经被我们 绝大多数人很认可 对 但是我去发现一个过程 就是一些 就是developed country 就是发达国家 对 发达国家各方面 都是我们发展国家的指标 是 但是发达国家 最近发现很多问题 就是对本来正确的东西 开始起否定的意见 比如说我们 我们谈政治平等 政治正确 是 是政治正确 我们说override over了 已经过头了 对不对 太正确 太正确过头了 这是一个 好了 对自然界的看法 对于人的自然属性的看法 到了一个反过来的地步 就是说应该随其 随其自然 是 甚至认为 像麻疹这样的 疫苗打进去 会使人 自闭症发生 自闭症发生 因为这种东西呢 它是最早流传是 英国的医生 它像它没有很多数据 它是这么认定 因为它是医生 它就写了类似 这样的科普文章 说 它的研究表示 长期跟踪一对 一些孩子 打疫苗的 和不打疫苗的比较 打疫苗 得到自闭症 孩子得到自闭症 是不打疫苗 孩子的两倍 那这样的话 对于孩子家长来说 本来人 有些自然界的一些疾病 如果我没憋出到 我是不会生到的 那么我打疫苗的话 可能我的孩子 就比人家高一倍的 是吧 自闭症 所以他就不愿意 是 不愿意 对 人们有恐惧感 对 那本身 疫苗就是一个 对于普通人来说是 不是在本能的 你的知识方面 是接受的 你必须要一定的 知识程度 你才能接受 疫苗的概念 对吧 当然大家都知道 有些疫苗是 已经成为经典故事 比如说 天花 牛豆 种牛豆 对吧 这个已经 这是我查了一下资料 是全世界第一个 这个打疫苗 能够免出疾病的一个方式 没错 到今天为止是 不知道几十种的了 它是第一个 所以它是个经典故事 那下来的东西还有很多很多 那对一些家长来说 就是说 我能不打就不打 因为我的儿子 如果是自闭症的话 我为什么要打他 那这时候 那这时候当然有些科学家 出来说 你是不对的 你没有证据 但是你知道 在这个世界上 有一个问题 就是谣言容易 比真理传得快 对 这个很奇怪 而且不予力去推 你知道这个医生 他在英国都被判了 取消了医师执照 因为他 他把他的文章放到一个 顶级的叫柳月刀 柳月刀 对 这个杂志上去 你知道吧 那柳月刀是全球最著名的 这个由医学界组成的 专业杂志来的 那他放上去就很久权威 那么当然也有人不同意 但是他还在这个 这个柳月刀杂志上 存了大概有一年多时间 那当后最后 英国的这个卫生组织调查 调查发现 他的做的东西不实 而且他旁边他有团队 这帮团队人 后来都承认了 所以就把他医生的资格拿掉了 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 他现在美国生活 他是特朗普的好朋友 特朗普也是一个反对 就他流露出反对这种 人工疫苗能够免出疾病 他这个人 他也挺反对 他现在生活在美国 物以类聚人也兴奋 两个人凑到一块 因为他这东西呢 尤其现代的网络太发达了 因为网络传托性速度太快 我们都是网络的受益者 总是我们也是网络的受害者 我们可以经常发现 网络出现这些莫名其妙的说法 好在我小时候读这个 这个叫什么 十万位什么读的很多 就科普 我基本的科普知识在 我不大会受到诱惑 但是我经常有朋友会跟我发过来 历史保健啊 养生啊 这些东西都有莫名其妙的东西都出来 好像你今天讲了一个什么笑话 是是 今天这有一个故事 一会等到广告回来也可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跟我们今天要聊这个话题也是非常相关的 类似 但是对 其实具体到说打疫苗 现在绝大多数人应该都已经认识到 疫苗对我们预防疾病来讲是很有用的 而且所谓的这种并发症 是我们不能排除说你这个疫苗打进去 百分之百的一点任何的毒副作用都没有 或者说在其个别的人身上会有一些比较严重的这种反应 但是总体来说如果说打这个疫苗 你像我了解到麻疹的这个疫苗 能够差不多有效率90%左右 能够预防这个麻疹的发生 那么你如果说是因为害怕打了他得了这个自闭症 当然这个也在个人怎么去权衡 那你不能说阴烟废食吧 因为说你听说这个有可能会有这个自闭症的形象 所以你就不打了 那万一说这个疾病爆发的时候 你去感染了 甚至说出现了一些更加严重的后果 那到时候我觉得亡羊补牢 这补也来不及了 对对对 你知道我在学自然科学的时候有个基本概念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打疫苗 我们是保护人类 但不是绝对保护每一个人 没错您的这个概念很重要 是我非常赞同 我们是降低生病率 不是杜绝生病 是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 潘大TV37以及FM90.6为您并级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奥克兰主要道路的一个交通状况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在目前啊 1号高速上的一个主要的交通情况 现在呢1号高速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这个拥堵 尤其是我们看到现在在1号高速北侧的这个方向啊 现在是出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拥堵 从查卡普纳过北安大桥的这个方向呢 现在是红色拥堵的一个状态 那么过了City之后呢 现在主要是集中在从Newmarket到Montvillington的这个路段 那么现在呢这个路段我们可以看到是一个双向红色塞车的一个趋势 另外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1号高速的南部 南部地区呢 现在从East Market到Clover Park的这个区间啊 从北向南的这个方向也是出现了红色拥堵的状态 再来关注一下20号以及16号高速的情况 目前呢20号高速我们看到在Montgrid的这个区域出现了一个红色的大塞车 那么继续望南呢稍微得到了一些缓解 变成一个黄色车多的状况 那么昨天呢我们大家都有印象 在这个机场啊往20号高速去的这个方向 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拥堵 我们也有群友跟我们爆料说 在这个路段发生了比较严重的交通的车祸 但是今天呢我们看到机场方向的这个道路还是比较的顺畅的 那么同样呢再来关注一下16号高速 16号高速现在从City往西的这个方向呢 在过了Mont Abbott之后呢 现在是有一段这个比较拥堵的状态 那么过了这个路段之后呢道路状况还是比较畅通的 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 路况信息是由本田汽车特约赞助播出 那么接下来呢继续跟Peter老师啊 我们一起延续刚才的这个话题 就是关于这个麻疹的我们这个疫苗 其实刚才您提到这个 因为时间关系我刚才没有铺开来说 上个月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么一条新闻 说是在国内啊 因为现在国内很多像这种爸爸妈妈级别的 就是40多岁50岁望上的 他们特别流行一种就所谓的自然养生的这个疗法 可能你也听说过 听说 就比如说什么饭后摆不走 然后每天搞一点什么蔬菜呀 瓜果呀 榨成汁熬成粥 反正就各种各样的吃 那这个倒是无可厚非了 本身咱们也就是像咱们中国人 还是比较喜欢吃这种清淡一点的饮食 蔬菜呀 肉类可能少一点 清淡的蔬菜多一些 那么有一位这个大妈 她呢就我觉得是匪夷所思 她把这个将近20种的蔬果汁 榨成汁之后进行了一个简单的过滤 简单到什么 就是拿这个纱布稍微给过一下 然后她居然通过静脉注射的方式 打到自己的身体里 幸亏是发现及时啊 因为这个阿姨的老伴呢 也是知道这个怎么可能随随便便 你去往血管里面去打这些东西 赶快送到医院 五天五夜在这个ICU的重症监护室里面 好歹是捡了一条命 但是呢也是全身的这个主要器官多处衰竭 所以所以这个刚才结合到 比如老师您聊的这个 我觉得现在好像是不是 很多人这个心里面都蔓延出了一种 就是我不管你科学不科学 我觉得正确就是正确 就像这个打果汁也是一样 我觉得它对我身体有用 那我就打好了 我根本就不去讲什么这个科学 包括这个疫苗也是 我觉得它打进去之后 那就是会引起一些并发症 就会让我的孩子自闭 那我干脆就不去打 对 你讲这个 我感到可能是同一类的一种心理表证了 就是说 我按我自己的想法去考虑 至于这里头含有多少科学程度 它不去了解 没错 你不了解 比如说麻疹疫苗这个事情 它除了背后还有一个团体 跟宗教连在一起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身体的 上帝给我们创造了个身体 我们所有承受的病重苦难 是上帝对我们的惩罚 该有的就是有 所以呢就是说 只有经过这些病之后呢 你的身体才会更健康 是 你的生命才更完全 所以不应该去接受这些东西 这是一种想法 这种想法 所以现在实际上呢 我看了一篇文章 那个非常 非常耸动的题目叫说 两亿 曾经死过两亿人的疾病 那就是说麻疹病 曾经导致全球两亿人死亡 是 曾经 对啊 曾经导致两亿人死亡的病 现在重新又在英美国家蔓延开来 那这个就很严重了 对啊 对啊 你像新西兰也有这些东西 我看到新西兰那个 澳大的报道 后来加了一些解释 就讲实际上呢 它危害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说 新西兰有大概 大概可能有百分之二十到三十人 不种疫苗 因为 在西方啊 已经通过了相关的法律 比如说意大利就通过法律 就去年才通过的法律 就是种疫苗不是强制性的 就完全自愿 对完全自愿 那么这些妈妈因为怕自己孩子得自闭症啊 就开始抵抗 然后呢 执政党上来 执政党呢 要得选票啊 新护民意啊 这样通过 这自由选择权嘛 是 那好了 就不做 英国大概 从打疫苗的比例 从百分之八十多 现在降到百分之七十几 美国也下降 日本也下降 我相信新西兰实际上也下降 可能澳洲可能也下降 这种就是说发达国家走到这一步 有的时候有些思维是怪怪的 倒过来走了 对 我觉得这就算是人类的这个医学史上的一个倒退 我昨天看一个更更让我高兴的新闻 不是可笑的新闻 意大利意大利的一个国会议员 他是从来反对这个打疫苗之类的 所以天花疫苗 这是人类第一个疫苗 已经全世界都证明这个疫苗一定要打 他不打 也鼓励人家不要打 他经常在网上怼人家 但人家也跟他反驳了 结果他前一段时间自己生了天花 生了天花进了医院 进了医院之后呢 他就隐瞒 想不要人告诉我 因为他坚决反对中疫苗 结果偏偏自己生天花了 是是 结果呢 有一个医生 他很不分 就给他抱歉 抱歉 这都很丢脸啊 然后就开始 现在出来就像那个政客一样 他都否定 说我什么说过 我没说过了 我没说过 我从来没说过 他现在已经出院了 那还好 已经出院了 所以我们在想这个问题就是说 人类的科学 尤其医学科学的进步 不是歪门邪道 是全世界的医疗工作者 共同相互奋斗 共同奋斗 共同相互证明 大量的统计数据 得出来的一些结果 当然肯定也有失败的疫苗 但是目前现在 国际卫生组织承认的疫苗 绝大部分是非常有效的 你像这个疫苗当中 我好像看到哪里有一个介绍 你像最新的一次通过的好的疫苗 是2012年10月 中国宣布成功研发出 一型肝炎疫苗 这是首次体现出中国在 不是首次 第二次体现出中国在 全球疫苗当中注册贡献 你知道还有 以前还有别的疫苗 对 我看到有一个09年的时候 是中国宣布成功研发出了 一个口服重组的 幽门螺旋杆菌的疫苗 对 这个幽门螺旋杆菌好像也有说是 有可能是会引发胃癌的一个元凶 对啊 这个的确是营销胃癌的 还有是那个 我们的诺贝尔医学获得奖 这个图悠悠是吧 是 他那个这个疫苗 也是在世界上 管救多少人 你知道非洲 非洲的业绩是非常非常厉害的 你像我们去非洲 支援非洲建设这些 这些工作人员 那他们回来讲说是 非洲真是你 你弄不好哪天回来就得孽极了 因为孽极的船上就是蚊子 是 他们去那之前 我听说是要 接种好多种的 对 因为非洲这个大陆 我现在可以想象 为什么人类从那里出来 非洲就是养育新物种的地方 物种太多 我们周围不是那个州的人 你去那个地方生活 你真是顶不住 不适应 对太多东西围绕着你 是 那么这个疫苗 其实在我看来 非常有接种的必要 为什么 因为虽然说 有人说它有各种各样的 什么其他的这种负面的影响也好 后遗症也好 但实际上 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 绝大多数疫苗 像刚才皮特老师说的 其实对人类都是有利的 对 而且疫苗 它本身的这个机制 其实就是一种低毒性的病毒 它接种到身体里面之后 让你对这个病毒产生一种抗体 它自然的 从此就免疫了 对 你下次再遇到这种真的来了 虽然强度可能比之前的 就好比说我们上节目之前 我们在底下做一个简单的演练 把节目的内容稍微去准备一下 上节目的就更加的游人游人 没错 身体也是这种机制 对 就是说 如果你之前接触过这种低毒的 那你对它就有一定的抵抗能力 再一次得的话 哪怕是有症状 那当然也有一部分 可能一点症状都没有 完全就平安无事的这种 你如果有一点点症状 哪怕 但是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你像碰见这种 这个麻疹 类似30%左右的致死率 那太可怕了 10个人都3个人 包括前一段时间 我记得在咱们北岛的这个北部地区 也是这个脑炎 脑炎就是稍微有一点厉害 政府是紧急调拨了这个疫苗到当地去打 而且是免费的 那充分说明这个东西还是有效的 对 我想你让疫苗问题还是从两个方面考虑 第一个要还是要听医学界的说法 对吧 主动的去接受这个东西 你知道国家碰到重大灾难的时候 如果像麻疹这样 我们国家现在存有的麻疹疫苗是不够的 根本不够的 不够的 完全不够的 而且现在有些人不打 不打就变成什么东西 比如说幼儿园 有孩子不打 很多孩子也不打 不打突然有一个得 其他全中招 没错 但是就你一个人不打 其他人都打了 你带来进来 其他人全部不中招 现在关系就是 这个疫苗接种力一定要提高 不够高 实际上最高的反而是像中国这些国家 没错 所以这个我们要非常客观的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要相信科学 这个疫苗该打一定不要忘掉 稍事休息 我们马上回来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新中传媒旗下潘大TV37以及FM90.6为您并基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今天是周五俱乐部 那么在我们周五俱乐部的节目当中 志鹏将会跟皮特老师一起跟你一起来解读最近发生的热点世界 当然了我们也随时希望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我们的热线电话 099293906 099293906 拨打进来跟我们一起探讨您感兴趣的话题 我们的这个同步的一个微信互动方式也是搜索添加NZFM906 那我们的观众朋友也可以通过扫描我们屏幕右下角的二维码添加之后呢 我们将会把您请到我们的这个群当中 跟大家一起来探讨跟互动 刚才跟大家聊了一个关于疫苗的这么一个话题 我看到刚才群里面有朋友说 对这个疫苗其实他们感觉还是非常有必要进行一个接种的 所以呢在我个人认为疫苗其实真的 你要说它一点害处没有 我不敢说这么确定 但是应该是利大于弊 而且这个利是很大的一个利 弊几乎是非常非常小 可能唯一让我觉得算是一个弊端的就是接种的时候 尤其是小朋友 他会哭一下 对吧 如果说什么时候那个疫苗 全部都能像吃个糖似的 或者说在没有这个痛感的情况下能够接种 那就太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啊 跟大家一起再来关注一个事情 那么这个事情也是非常的有意思啊 自动汽车 我相信大家现在已经不陌生了 不陌生 起码在概念上有了吧 对对对对虽然现在在路面上可能绝大多数我们看到的还是必须有一个驾驶员在小心谨慎的开动 但是前几天呢 我在网上就看到有这么一个消息啊 有一个男士他是为了测试一下这个购买的一个特斯拉号称是有自动驾驶系统的然后呢他就想出了一个特别奇怪的招数让自己的太太啊作为一个障碍物就站在这个汽车的前面 而且呢因为网上我看到不光有图片还有这个视频 对有视频 这个这个测试我看的真是心惊感战 因为他的这个太太呢不光是不动站在这个车前面 有时候呢是骑着一个这个自行车啊 然后也是在这个汽车的前面就是左摇右晃 然后想看起来就好像在引起这个汽车的注意啊 但实际上根据这个视频跟图片显示啊 包括这个男子自己他讲的一个结果 他说好像感觉这个车你看每小时30公里左右的一个速度开 当然这个速度也是为了保证一个相对的安全嘛 那么发现这个车有时候还能够侦测到有行人并且慢慢的停下来 但是也不是百分之百就特别准的就探测到前面有人就停下来 他这个人他就在在美国还是个网红了 是他是专门喜欢在网上发布你看在网上发布特斯拉电动汽车测试性能的 他喜欢做这个事没错 所以他这次就就拿老婆来做事业了 看看刹车能不能自动刹起来 是对不对 但是这个技术呢 其实我觉得啊肯定是一个好技术 你像现在咱们如果说上班的话 您就比如说我每天上班的时候在路上 甭管说堵车也好或者通畅也好 这个驾车的时间你必须专心致志 你干不了别的 但是如果说有了这个智能汽车之后呢 咱们真的就可以往这一坐看看报纸 比如说平时老师您想往一个什么地方去 在这个路上打个比方三十分钟 完全可以非常仔细的阅读一到两条 这个今天的一个热点话题 对对对对 深度了解 对对对 但如果看开车的话 那么顶多就是听听咱们的FM90.6 是啊 那你很多的这个时间呢 其实在无形当中是被驾车所占用的 对 有了智能汽车之后 有了自动驾驶技术以后 我想我们不光是解放双手 最关键的时候我们解放了双眼 解放了大脑 对对 但是 听好听你讲这种字很好 是但是但是也有但是也有朋友说 他说关于这个自动驾驶 或者说人工智能这个东西 还是有一点抵触的 我不知道皮特老师 您对这个人工智能 或者说以后的这种智能的设备的发展 您有一个什么样的观点 您是支持还是说也就觉得无所谓了 好问题 就像就像刚才说的这个疫苗是保护人类和族群的发展 但是对个人不负责 我现在在想我个人想法还是为争气想 我这样想 移民新西兰就是找清闲生活吧 这倒是 那那么现代的东西就就无必要了吧 但是你要是整个从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 从生产力 从从从这个便携度来讲 便易度快捷度来讲 那人工智能当然很有很很重要啊 是对吧 人工智能也要分等级啊 没错 你讲老实话 我们现在的这个手机电脑 某种程度是 很低档的 这个人工智能 他帮我们搜索东西啊 是 我们以前要到图书馆 去一本门书拿出来去去去看 现在我在电脑上只要一点 他就帮我搜索了 这不是一个智能化东西吗 就节省了大量的时间 对啊对啊对啊 这种用算法就给你算出来了 是 下来就是我一直在 我记得有一次做节目跟小教练 现在时候讲这个人类人类人类这个技术革命啊 现在是第四次技术革命 对应该是 那么第一次是蒸汽机瓦特机装机来代表的 推动了工业革命 是 然后一下子让英国就起来了 因为它可以 可以这样往复的去生产制造东西 它根本就不是靠人类了 没错 蒸汽机 那第二呢就是所谓电气化 嗯 那么电气化是美国主导的 是 电灯电报电 它都用电来驱动 没错 这是最基本的 这是第二 现在像电脑 那第三次中越革命就是互联网 互联网 就是用互联网 嗯 那现在第四次公命叫物联网 怎么叫物联网 嗯 每个物体可以独动的 单独的去完成它的使命 嗯 自动车就是一个 是 自动车就是一个嘛 自动车它通过 它的 我们叫做侦探仪 探测仪好了 嗯 身上装满了各种各样的探测仪 是 它可以把 一个探测仪就像一个眼睛 嗯 我们只有两个眼睛 但是因为我们人太聪明了 两个眼睛是主动 促使我们在短时间考虑 可以做很多动作 没错 它就多一点探测仪 多一点眼睛 嗯 然后呢给它的汽车里的重要系统去运算 来确定这个汽车 是刹车 是拐弯 是避开 是什么东西 嗯 这个时候车就可以独立地工作了 是 那它这个运算可以是在 它车载的电脑里头运算 也可以直接放到一个运算中心去运算 这个运算中心要需要什么东西 5G的网络系统 只要足够快 足够大 没错 把它送过去 去运算 就过来了 是 所以5G就起这个作用 那假如你可以想象到除了汽车之外 很多东西都是物物相连 物物就独独可以工作的话 那人就真是解放了 没错 有些一定要人去做的浪费时间 但是不得不去做的事情 人就解放出来了 人就可以做更多别的事情了 那就算不做别的事情 人可以享受了 是 那就是人类太好了 那我想到这一点 我感到这个是应该 而且呢 这种技术 这种风格的社会 越是经济发达的 越是这个商品发达的地方 就越于实行 越是城市化好的地方 越于实行 所以你可以看出 这个移民新西兰20年 你移过来的时候 你感到新西兰比中国好多了 但现在我听很多朋友说 这个城市化的角度 你远远不如中国 是 所以那个地方可能就已经 把人更多的解放出来了 没错 你从这个角度 你感到很有趣 是 很有意思 物联网太高级了 你实际上物联网 你做到什么东西 我知道 在青岛的一个码头 就是集装箱码头 有一个码头是完全智能化的 没有人 它所有的一些大的吊车 这就是码头的大的吊 集装箱车 全部是自动走 是 它在地面上放了无数个测点 来确定这部车走的位置 随时电脑来触动 所以它车不打架 对 而且24小时上班 只有一个人坐在那个最高的那个相当于那个飞机场的那个什么塔台上 稍微看一看就行了 是 那解放劳动 这是全智能 这是全世界都已经都报道过好多次了 没错 对吧 还有那个大的公共汽车系统在特别在机场 那机场的它毕竟道路还是简单 是 也主要是把人从这个口机厅送到航班去 它也可以完全智能化 那你就要上去你没看到驾驶员车的关门就走了 一告诉你车关门了要走了不开走了 到了请下来 下来它又自己又开走 对 所以这智能化 现在智能化现在最麻烦的就是在道路上行事 那现在我知道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批准正式批准 类似于特斯拉这样的自动开车 可以在汽车在道路上可以自动营运 是 也不许你自动开 但是做试验是允许的 没错 所以现在也是一个很高级的领地 大家都在抢 是 这是我了解的东西 对 也可能到不久的将来 我觉得像我们真的打个Uber 或者是去上下班 真的是不用自己开车了 对啊 而且这个应该是来得很快的 对 所以这种情况下就变成 一个车共享就提现可能了 那很多家庭就不必要被车了 它足够智能化的话 这个汽车一过来 然后带你带上你 旁边还有谁再带上一个人 他就开走了 是 所以有效地减少了交通的压力 是 这都是智能化所想象的这种无限美好的空间 但是现在有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安全问题 还没有设计 所以我说这个美国这个网红啊 他在车 我看了这个报道之后 我发现他 并没有出事 所以很惊险 对 还好 都没出到他老婆面前 太太面前都都杀下来了 是 但是说就他的这个举动而言呢 还是具有一定的危险性的 我们第一是不提倡 也不鼓励大家去魔法 第二呢 就是说像皮特老师刚才说的 处在一个实验的阶段 这个呢 这个呢 包括我知道中国现在有一些这个专门画出来的路段 是给这个无人驾驶的汽车去进行一个实验的 那么这个实验的阶段呢 也就是说我们在不断的测试 这个自动驾驶 虽然技术已经出去出行了 但是它的可靠性还有在进一步的去考证 对 那么等到真正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出现的话 我相信这个技术会很很快普及 到那会的话 这个汽车的共享 包括这个资源的这种 可以说不浪费吧 因为现在来讲的话 一个汽车我们一天开个一两小时 对对对 到那会的话 可能一个汽车基本上24小时都不用休息 对对 那这个呢 对于我们来讲 应该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进步 对于我们人类来讲 也是解放了更多的时间跟精力 可以做自己更加擅长 或者说更加愿意去做的事情 没错没错 对 好的 那么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一下 关于这个智能汽车 引申出来的一些话题 接下来我们超市休息 广告之后 都市晚高峰 咱们精彩继续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和收听的是由TV37 以及FM90.6为您并基直播的都市晚高峰 今天赵立士皮特老师 我们一起为您送上的周五俱乐部 俱乐部 对 刚才我们聊到了一个话题 就是关于这个人工智能 或者说这个智能的技术 在以后我们身边的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面的一个运用 其实说到这儿呢 刚才休息的时候 跟皮特老师 我们两个又聊起了另外一个话题 觉得这两个关联性还是很强的 对 不知不觉的一个共同话题 我们还没准备的话题 没错 那么就是前一段时间 埃塞俄比亚航空的一架波音737 MAX机型的在起飞后不久坠毁的事件 那么结合这个事件跟五个月之前吧 印尼的这个尸航也是有一架同样的航班 对 同样的飞机的型号 那么同样的一个几乎是一模一样的这种事故的一个发生的状况 都是起飞后不久 然后最后坠毁 那么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人工的智能 或者说一个自动的操作 对 就起到了一个 我们不能说是一个好的作用 对 因为我们刚才讲的是整个特斯拉汽车 整个是交给这个人工智能去操作 是 但实际上人工智能操作 如果你不是把一个物件不是说整个操作 我们可以看到它某部分是有人工智能操作 没错 比如说我们最简单又讲到说电脑 以前我们找数字到数价去找 现在我们把找资料这东西给它 它是部分的 对 人工在 就是智能感 甚至说语音输入都可以 对 不过智能 那实际上我看到资料 不知道跟你看得怎么样 我看到这个波音737 目前的情况就是 它波音737 它把某一个特定的状态 交给智能化去处理的 这个智能化的一个操作系统 我看到的那个名叫NCSA 你可以说MaxR或者什么东西 它是一个缩写的 NCSA 这个操作系统 它是用来做什么东西呢 就是它发现飞机如果 可能速度太慢 有点失速的时候 它要增加它的速度 那么怎么会看飞机的失速和 飞机的这个角度测点 它在机头装了一个叫做什么 仰角探测器 是 这仰角探测器 在发现状况 不是飞机所要的状况的时候呢 它会通知 MCSA MCSA就是主动的调节飞机的那个 后翼板 对 后翼板向压或者上翘 会决定整个飞机上翘 或者下去 是一个扶养的状态 对 所以当这个仰角探测器 发现我这个飞机 输出一个仰角位置 而且速度降下来 是个仰角位置 它就本能地让飞机往下压 是 但实际状态呢 它探错了 飞机本身在水平飞 但是这个仰角探测器 给错的东西呢 是飞机是向上的 是 然后它的尾翼就开始向翻 一上翻的时候呢 导致这个飞机 马上改变飞行的方向 就是机头开始往下摘 然后呢 机尾开始往上升 是 在这种快速的情况下的时候呢 这个时候实际上 这个可能由于气流的变化 各种原因 导致个仰角探测器 始终还是给出错误的信号 而且一直纠正不过 对 我看到他曾经讲一个文章 我还有点相信 你们认识去看那个 波音737飞机的两个 喷嚏发动机 它好像是比别的飞机 装的更靠前一点 是 怪怪的 而且我看到 正常是装在机翼的下面一点 它是太前了 太前后来我就看到一个报道 是为什么呢 因为737要改型 多做一点人 它把机身拉长了一点 为了取得动态平衡呢 它把发动机潜移了一点点 那这样的话 可能就会导致角度的变化 让飞机可能角度变化 然后潜度探测仪 而且他说这个仰角探测仪 实际上数量不够 多一点 大家共同给你的东西就不会错 大概他只放了一个硕士 据说 好了 这个一出错就出错了 那好 那么 更加麻烦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 当这个飞机 AMCASA 这个系统操作软件系统 开始工作的时候呢 人工实施项是可以调整的 但是 买飞机的 这些人没学 波音公司也没告诉他 在疏离上是找不到 这个探测 要预先培训 告诉你才可以 所以就说 狮子航空公司的 这架飞机 在前一个航班的时候 有一个飞行员是 碰到同样的问题 他处理掉了 他知道 但是这一次出事的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你还有什么 更新的可以 我是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这个机师 或者机长跟副机长 两个人在空中 真的是为了挽回这个飞机 做了不懈的努力 说是在空中 跟这个仰角探测器 这个自动驾驶的系统 做了十多分钟的一个搏斗 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因为出现这个情况 他倒不是说 马上十秒八秒 他就直接一脑的扎着地下 所以说在空中 还有一个机师在操控飞机 另外一个机师赶快去翻 有一个应急的手册 然后就使劲翻 翻了一会儿 这个副机长说 里面没有找到任何的 关于这个的机 机长说 你赶紧你过来 你开飞机 我来查 在空中又找了好几分钟 然后最后还是没有找到 没有挽救回来 这个飞机 最后就很不幸的 就乍到海里去了 对 他就追回了 所以我就看到 我类似这样的也看到报道 就是说这个 类似这样的报道 后头他总结两点 两个结论 第一个是好像是说 就是说飞机手册 里是给你一百个题目 你要做题目 他说你 那点时间只够你做七十个 还有三十个来不及做 所以你就下去了 还有一个说法是 这个手册当中就根本没有如何解决问题的指导 解决这个问题的指导 这个问题的指导 必须要专门培训给你点一下 告诉你想就知道了 就是主动的去到哪里去把这个自动系统给关掉 这个操作所没写 所以他们就不知道怎么去关掉它 所以就变成人机大战 电脑就说我就是这样 我侦测的就是这样 必须这样开 你人又断不了它 你人就看着飞机上的空间盖 你看它往下摘 你就不过来 你知道那个埃塞尔比亚的飞机 你知道扎到多深吗 我没有太 九米深 就是地上这个坑 扎到地底下九米深的机头 所以为什么你没看那个中国那个电舰公司 那个大的那个DIG 就是那个挖土机 派到那去挖 就把飞机里东上 他说挖到八到九米深 才把里头的所有的东西 而且飞机扎下速度 一有此之快 以至于所有东西都已经压扁到一起去了 那可见这个飞机当时 就是硬扎下去 就像一颗 一颗炸弹一样 从空中投下一颗炸弹 脚直接炸到地上 而且还是钻地炸弹 对 居然是 可能那个土地也松一点 居然八到九米深 所以他挖个大坑 把那里头全部东西挖出来 他说 他说我看了一个挖地 那个中国的施工人说 他说简直是惨不忍睹 是的 我们要从中吸取更多的教训 避免类似这样的事情来发生 好了 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里 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感谢大家的关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